在中国有很多的舞蹈家 但说起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杨立平了 他在孔雀舞这一舞蹈上有非常巨大的成就 他还因此被人们称为孔雀公主 在中国舞蹈上影响很大 杨立平似乎就是为了舞蹈而生的 跳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身材了 特别是孔雀舞这么优美的舞 杨立平为了保持身材 可以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不吃米饭 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 吃饭 喝水 喝茶 甚至是吃水果 杨立平曾经经济过鲁玉的一个采访 鲁玉问道 几十年不吃米饭不饿吗 杨立平说 只要热量达到就行 甚至在上台表演之前 连水都不可以喝一口 就怕身材走行影响物资 为了跳舞 杨立平拒绝了两任老公生孩子的要求 放心了不适合自己的婚姻 杨立平的第二任老公刘春情 是一个在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 1995年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一次两人回台湾过年 公公婆婆向她表达了 想要抱孙子的愿望 老公也有这个想法 一开始她是答应的 两人去医院检查 结果检查出问题来了 因为杨立平常年不吃米饭 皆以素食为主 身体脂肪含量低 要怀孕就要先增肥 杨立平当然选择了拒绝 如果增肥 她的表演事业就要停止 从怀孕到生出来 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为这样 丈夫选择了离婚 后来两人又复合了 而她的第一段婚姻就很短暂了 结婚不到两年就离婚了 也是因为她的舞蹈 如今杨立平已经60岁了 在舞台上还能跳出 如此卖面的舞姿 为了跳舞不要小孩 值得吗